接下来为您播出普法栏目剧 那我以后能开心吗 他毕竟是承家的儿子 一来呢 你东西跟我有交代 李海鸿 他可以开心度的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海鸿 我是主持王小磊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欢迎您的收看 今天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的是 莲花闹海棠 十八集的开年大戏 今天是第十七集 今天是元宵节 元宵佳节 祝愿大家家庭和睦团团圆圆 我们的故事呢 也接近尾声了 很多的 您看到前边埋下的伏笔 这里呢 都要真相大白 当然了 元宵节 我们这故事呢 也肯定要奔着这个 团团圆圆去走 那么故事还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呢 咱们接着往下进 简单的回顾一下 我们说的这个故事 发生在一个叫 杨柳村的老村子里 李渡两家人 百年的恩怨 李家的李婆婆 跟渡家的胖婶 斗了一辈子 现如今经历了种种纷争 李婆婆呢 离世了 撒手人寰 临走的时候 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自己也一直为了 李家的脸面而活 跟渡家斗了一辈子 斗来斗去 也没能让日子过得更好 她觉得 渊渊相报何时了 该是咱们握手言和的时候了 但是 她儿子李世君能体谅 老太太的良苦用心吗 这老太太一走 李世君这两口子 那就失去了管束了 他们呀 很有可能会继续的兴风作了 而李婆婆的离开 对于李海龙 也是个不小的打击 这海龙跟婆婆啊 感情非常的好 如今啊 父亲奶奶都不在了 这二叔又不成绩 这个家就只能落在 他的肩膀上了 而更让海龙揪心的就是 老太临终之前 让他发的这个事 究竟是什么 没说出来 他这心里咯噔一下 为什么呢 两家的恩怨情仇 在那明摆着呢 可是现在他跟渡家的小莲 这个感情还没受到 大家的祝福呢 难道老太太 临死啊 是不想让他们在一起吗 我知道你是我长辈 所以还管你叫生二叔 可是我也由不得你 把我的幸福给毁了 牌坊的咒语 也都是偏见愚昧 杜丽两家的恩怨 今天到此为止 有句话 还得告诉你 杜小莲 我这辈子娶病了 谁都拦不了我 哪怕是搭上我的命 这小鱼个魂的 换了多家的破鞋 哪里把这二叔放原理啊 破鱼 林萌啊 再过两个月 这鱼就可以出堂了 是啊 照现在这样的长势 应该没有问题 到时候 我也该走了 那还是回到学校 当你的老师家 对啊 我这次到杨柳村 那是公务 而且杨柳村 还是我们学校的 对口扶贫村 我就说嘛 你帮大伙办了 这么一件大好事 那在我们农村 又吃苦又遭退的 那怎么咱也不能把 你自己那个饭碗 给弄丢了吧 不会的 不会的 你懂啥 那有政府和新闻考虑呢 有你说的那么邪乎吗 真是 我是不懂 我这不是太 替林萌太心了 谢谢 行吗 你看杜叔叔这么关心 这是大家都在面临的好 是啊 我这次也深深地体会到了 当初你为什么不愿离开这里的原因 其实现在 我都不想走了 那你就留下来 那孩子咋办 林萌啊 你以后就经常到阿姨家来 吃住的阿姨 那孩子你也带来 阿姨帮你带 谢谢阿姨 爸 妈 你这大伙天真你跑来干什么呀 大力 赶紧把他带回家去 让他好好聚集 妈 我们过来 是个好消息告诉你们 什么好消息 一下 你说 今天我们去医院检查必超了 医生说 说什么呀 说我怀的双胞胎 双胞胎 老师傅 老师傅 双胞胎好啊 双胞胎好啊 那当然好 咱家呀 人的希望一天天亮 赶紧叫小莲 到宝宝站去 管不管管 妈 妈 那这样的话 那孩子就一个姓杜 一个姓黄 你看成吗 成 咱俩俩孙子 打的都行 好事情好事情 到时候你们要喝满月酒的时候 别碗喊上我呀 那是肯定的呀 到时候你还得给我们孩子当干妈呢 就是 一定 那以后呢 你们要经常带着孩子 到城里来玩 这是要走啊 留下吧 童主 你倒是说句话呀 咱们杨柳村离不开林萌 难道你就舍得 这 这 哎呦 跟个大姑娘似的 你起死我了 赶紧走吧 放手 打人呀 打死你 让我哭 我不让你打牌 你还打我 说好今天找红心棉啊 你先去打牌 好啊 把钱输光了 我和儿子能够办呀 儿子啊 在城里都是我们店多 啊 钱啊 你又想帮我家带走的 逃犯呀 你今天赶去 我赶紧你了 你起来 你让好钱丢不丢人呐啊 你不答应我丢不起来 你吃拳 你是个大碗子 你们都来看 李子卷大人了 别好了别好了别好了 我答应你 答应了 走啊 下个月啊那鱼一出堂 我们就等着挣大钱呢 一想到这儿啊 我就特别高兴 你 因为我等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给大家开了 换座会啊 别别别 心事重重的 快麻烦大家了 这可以啊 你都说 就我们这样 不了 那不麻烦大家 你为什么 同志 上次跟你说的 代本的事还怎么样 恐怕还在这等等 这事呢 也不是我说了就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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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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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事 你跟那个姓林的老师 究竟是怎么回事 爷爷 你无缘无故问这个证吗 你呀 太像爷年轻的时候了 对的感情 悠悠寡断 该进不进 当断不断 爷爷 现在吧 跟你们以前那会儿不一样 现在的年轻人 都特别 想的都特别简单 你呀 吃的盐 比你吃的饭多 过的巧 比你走的路多 你呀 你有一点心思 一眼都看出来了 那您倒是说您看出什么了 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过一个女人 那个女人也喜欢我 我们一起长大 但是她名声不好 在旧社会窑子里太过 不过 不过她做杂役的 是个受苦人 理化 那时候 我刚当上村长 跟你现在一样 当时刚解放 政府要对纪律事情改造 她也在名单之中 因为我了解她的情况 出面住政 说了句公道话 她才免于改造 真是你搞话 是的 但是 修人说我作假政 包庇的 还说 是因为我和她相爱 风云风雨 压得我闯不过去了 又连村的那个风瓦 都操得没保住 后来呢 后来 正当我犹豫 左右为了 跌量来跌量去的时候 她突然嫁人了 而且嫁到了你家 你家成分不好 是不是甚至改造的对象 她在你家 那不是往火坑里跳吗 那她嫁人之前就没告诉你 她一点都没说 非常突然 后来 我找到她 我问她 你为什么要这样 作戒自己 为什么不跟我好 她只是说 今生无缘 我当时后悔了 但是 我心里明白 她说为了我 才这样做的 她只有嫁了人 风云风雨 才能平息 她真是没有想到 李宝宝还这么下无意气 她嫁到了你家 你家是她文明人 但她能去变了一个人 变得像个侍卫 一不对 就骂人 只有我知道 她把骂人 当成武器 来保护自己 才能出去 她心头 这股 无乱 爷爷 你为什么以前 没告诉我这些事 有什么好说的 要不是她已经过世 要不是看到你现在这副 拿不起 放不下的样子 我才不说了 你要是真的喜欢一个人 你就去向她说明白 你不要像爷爷那样 等别人嫁了人 才知道后悔 一步错 不必错啊 我必须在夏天的池里来换 这辈子才有好人的过 所以 我请同主任帮忙 给谢大婶说说好话 帮我上个好婆家 同主任 刚才您说好了 我结婚的时候 你来帮我主持婚礼 第二十八月 飞搅 如恋 孤мер 而 ili 好 村 地 走 到头 转转 rush 其实我在老家早就有女朋友了 你骗人 是我自己配不上 对不起 一鸣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同性名牌是没有迈出这一步 远远地看着林萌回城了 在她的心里对杜燕的辜负让她始终难以释怀 她害怕再次伤害另外一个女人 只好看着林萌离开 林萌离开 这同性名牌也不去送她 她将来肯定会后悔的 再这么下去 她只能跟杨友村结婚 金萌离开 我的面 你这就够肉麻的了 哪儿学的英雄华掉你 还不对 你绕了一圈还是没回答我呀 你要谢我什么呀 雅儿 谢谢你给我带来幸福 还记得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吗 我吃醋 生气 在风言风语面前抬不起头来 那个时候啊 我觉得我自己快崩溃了 那个折腾 后来啊 我才发现 要是没有那几个折腾 我怕是成不了抢血英雄 你就那么在乎那抢血英雄的名号啊 没有我不在乎 雅儿 跟你在一起啊 我一直跟自己交劲 要是没有遇上你的话 我黄大力啊 还是那个窝窝囊囊的黄大力 那行啊 那你呀 就惜福 你得好好挣钱 争取把我和孩子都养得白白胖胖的 是啊 到时候 咱们送他上大学去 嘿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害I 嗨嘿呆 有 engineering 海龙特色开玩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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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嘛 又开业了 开房完事 也没准备什么合理 我就祝你芝麻开花鞋这招 私房裁员孤孤男 这当官的说话就是不一样 对吧 欢迎说 恭喜恭喜 看看 看看呀 肯定要看看 走啊 你们俩的事现在怎么样了 没什么怎么样啊 同志愿 你还是多关心关心自己吧 这啥有话题呀 我这当哥哥的了解了解情况怎么了 赶紧说说 这店也开了 这提琴的事啊 是得提上日程了 小莲这可是大姑娘上轿 头一回我不能亏待你是吧 还是找那些大婶上面提个亲 按照风俗走个流程吧 这就对了 那你们现在家里人都什么态度 我们家还好吧 他们家麻烦点 这样 过两天我去找杜阿姨 给她做做思想工作 不用了 徐明哥 谢谢你 我们的事我们自己会解决的 对 行了 李儿 这么晚还没睡啊 嗯 爸 妈 我有件事想跟你们说 啥事啊 这是我跟海龙的事 今天海龙专门给我提出来了 要说啊 海龙这次真的是帮了我们家一个大忙了 不过小莲 她毕竟是仇家的儿子 你真的喜欢她吗 爸 什么仇家不仇家的呀 那都是一百多年前老祖宗结下的仇怨了 为什么非得牵扯到我们这代人身上呀 而且再说了 这都什么年代了 有什么恩怨是化解不开的呀 小莲 妈并不封建 什么冤啊 仇啊 妈都不在乎 可是你想过没有 就算我们同意了 那李家会同意吗 还有 就你家那些人 你跟他们相处 你不吃亏吗 就是 我吃什么亏啊 以后我又不会在他们李家住 我跟你妈啊 绝对不是故意为了海龙 也没说她什么不好啊 你就是觉得 不合适 毕竟咱们是家女儿 我是担心你过苦日子啊 爸 我跟海龙在一起 那是办好日子去的 你怎么一来就觉得我会过苦日子呀 再说了 你们想想看 要是我真的嫁给一个 我自己一点都不喜欢的人 那我以后能开心吗 你们看着我不开心 你们能开心吗 哎呀 那李家的男人都短命 你愿意当寡妇 最后变得跟李婆婆一样的 人来老怪我 妈 那这你这么说 我们度假排放的咒语也是真的呀 那李家男人都短命 那我们度假女人成什么了 哎 这当初度验也是这么烦我的 去去去 行 这事以后再说吧 啊 不早了早点睡觉啊 老祖宗 您在天有灵一定要保护咱家小莲啊 小莲本不该喜欢李家的男人 念她从小受苦受罪的份上 您老就原谅她 哎呀 这李家的男人 都是短命鬼嘛 小莲决定的事啊 那是石头牛都拉不回来 求您老保佑小莲 保佑李海龙健康长寿 李海龙 喂 他可以开心度啊 谢来少 我和海龙想请您帮个忙 什么事啊 你去快说吧 我再说 大婶 我们小莲也好了有段时间了 我们俩 现在想结婚 可按照咱们村里的规矩啊 这结婚 必须得有没人说没 虽然我们是自由恋爱 可也必须得有人说个没才行啊 这样啊 这日子啊 才会红红火火对吧 要说到这个说没样了 那大婶宁可是咱们杨柳存的这个 没人比得过你 所以啊 我跟小莲 想请您去 帮我提个亲 哦 你们两个孩子啊 我是看着长大的 啊 可是 这里渡两家 是百年的仇家了 要说 要说 能够戳合 这门亲事的话 对我来说 当然是吉德 行善 可是 谢大婶 是心有余 而力不足 恐难说好 这门亲事啊 谢大婶 您是不是 担心我妈 和海龙的婶婶呀 他俩的脾气您是知道的 要是闹起来了 我可烧架不住啊 他就骂 两个孩子 真心实义了求人 你就去一趟吧 海龙他们家 我出马 也必须我亲自出马 海龙 你奶奶 你用钱跟我有交代 童爷爷 我奶奶 跟您说什么呀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哦 那行 老爷子 就按你说的吧 我再试一下吧 那 这事 就谢谢二老老啊 没事没事 谢谢谢大婶 谢谢童爷爷 没事 谢谢 年轻的村主任童兴灵 脑子很灵活啊 一看到这个城市里边 市场上鱼的价格越来越高 需求量就大 马上人家对村里边进行这个结构调整 把土地改成鱼塘 发展养鱼事业 这一下子 杨柳村大家伙就走上了致富的道路 事业上积极果断 但是个人感情上呢 哎 他还有点不幸福啊 瞻前顾后犹豫不决 前边呢错过了杜燕 现在面对林蒙的感情 他这会呢 又有点未手未脚 虽然童爷爷说出自己年轻时候 跟李婆婆的感情的故事来激励他 但是他还是没敢迈出这一步 这林蒙一伤心回城了 另外一边通过投毒这事 李世军夫妇彻底 还真是认识了错误改变了态度 李家一家人在李婆婆去世之后重归于好 他们决定啊好好过日子了 李海龙的特色干烧鱼店 开张李家的日子红红火火 可是现在大家最担心的就是海龙跟杜小莲的婚事了 李婆婆临终之间让海龙发的事 话没说完就咽了气了 李世军夫妇咬定说 这事我们能做主 李婆婆那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就是说你绝不能跟杜小莲在一起 而这时候童爷又出来说 李婆婆临终的时候对她有交代 那李婆婆的心意到底是什么 海龙跟小莲的婚事能不能得到李家人的同意 还有胖婶其实心里边早就转变了对海龙这小伙子的看法 但是海龙毕竟是李家人 胖婶能不能过得了这一关 她在牌坊底下又琢磨出来了一个新的主意 什么主意呢 咱明天再说 你是不是真心的喜欢小莲 我想要做什么事情我都愿意 小莲 老师的好苦啊 家老杜家就这么一个鬼子 女婿必须上门 要实在不行 咱们俩就私奔吧 上门女婿 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咱们度假 几辈都没嫁过女儿 我儿子他办什么法了 他马上就要结婚了 看普法故事 品百味人生 我是王焦磊 明天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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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